大家好 我是艾圓璇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 崩壞星窮鐵道解析 雲璃 最強反擊C 越打越強 配對光追儀器配數材料中 我忘卻字挺2.4技能資料保母級教學 崩壞星窮鐵道雲璃 抽取建議技能畢業面板 美形劑加點星魂光追儀器配對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角色棒追養幾機材料部分的內容 角色升級 不斷攻升級行蹟虛擬的材料在這裡 已經喊出來的有需要的給探庭查看一下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技能部分首先是它的普攻 注意指定敵方單體的 等同於雲璃一定攻擊力的 物理浮雲帥 並且回能20點 這裡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這邊我們看一下它的戰績 回復等同於雲璃一定攻擊力 加額外的生命值 並且對敵方單體和相似目標 抱存雲璃一定攻擊力的 物理浮雲帥 這裡我們需要注意還能獲回能30點 那麼這個戰績 是雲璃回能的一個重要手段 在上面我們再看一下雲璃的核心機制 也就是它的終結劑 這裡看似有這麼長一段話 但是我們簡單分析一下 其實很容易 首先第一點我們要注意它的終結劑 是240點滿能的 但是我們120點的能量 就可以釋放一次 所以我們可以儲存一下 我們這裡也能夠看到它 而這個頂之是一樣的 是有兩圈的 那我們在第一圈的時候 就可以釋放第一個大招 然後呢我們能量是可以儲存的 只要滿一圈就可以釋放我們的終結劑了 這裡需要注意的時候 我們釋放完終結劑後 就可以獲得格擋 相當於讓敵方全體限為一個草粉狀態 敵方只能夠攻擊我們的雲璃了 實際時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持續至下一個我方或敵方回合結束時 這個我們馬上要詳細解釋一下 然後呢還能讓我們雲璃 下一次反擊之後可能爆霜 低高100% 傷害變得更高 然後觸發反擊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兩種狀態 一種是堪破斬 一種是堪破面 觸發完成反擊之後 我們就會移除這個格擋狀態 然後呢如果說沒有觸發反擊 那麼我們狀態結束的時候 會立刻對隨機敵方目標 發動一次堪破斬 那麼這個堪破斬和堪破滅 我們要知道第一點就是堪破滅 是大於堪破斬的 它的傷害是更高的 那麼我們如何發動堪破斬 又如何發動堪破滅呢 其實非常簡單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這張圖 假設我們在這張圖的此時此刻 來釋放終結劑 那麼我們要看一下就是 釋放終結劑的下一個格子 只要是敵方 那麼我們這個就能夠釋放成堪破面 如果我們釋放的下一個格子 是我方的目標 那麼我們就是釋放的是什麼 堪破斬 比如說這裡 雖然這裡是禍禍 但是我們此時此刻 插隊釋放的一個終結劑 那麼此時此刻的下一個 是誰 是敵方 那麼我們就會釋放出什麼 堪破面 敵方打我們 然後堪破面 然後我們疙瘩 那樣在消失 如果是這一種狀態下 我們只是幾個釋放 釋放完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是我方 那麼下一個釋放的就是堪破斬 然後格打 狀態消失 所以這裡我們一定要保清楚 我們什麼時候釋放這個終結劑 還能夠達到我們最大的收益 釋放我們的堪破面 這個才能夠輸出最大化 此次攻擊造成的傷害 不僅是咱們的追加攻擊反擊傷害 也視為終結劑傷害 可以吃到終結劑傷害的一些 額外的增銷手段 所以這裡一定要注意清楚了 它是如何進行輸出的 對於雲狸來說我們自動可能不太好 不過大白的情況下是需要手掏一下的 所以這裡一定要夢清楚了 好的上面我們再看一下雲狸的天賦 雲狸受到敵方目標攻擊後 還可以額外回復15點的能量 相當於受到攻擊後 我們就可以發動一個反擊 並且能額外的回能 那麼這個是屬於另外一種反擊了 並且如果不存在可以反擊的目標時 則反擊敵方的隨機目標 我們通過看完上面的時候 我們知道雲狸一共有三種反擊手段 第一個就是天賦的小反擊 第二個就是咱們的堪破斬 第三個就是咱們的堪破滅 其中傷害來說 那麼就是堪破滅大於堪破斬 大於咱們的天賦的這個反擊 所以我們知道雲狸咖和咱們的克拉拉不一樣 雲狸主要輸出是來源於它的終結劑 而不來源於它一般的反擊 只不過說它的終結劑突發的是反擊 所以這裡一樣搞清楚它和克拉拉是有所不同的 它是比較依賴終結劑極進輸出了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祕跡 使資深獲得招架效果 然後持續20秒 然後期間攻擊敵人或受到敵人攻擊後 我們可以立刻對隨機地方單起施放 堪破面 並使本次攻擊造成的傷害 提好80% 比如說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那下面我們再看一下雲狸的邊面買者 首先就是暴擊率80以上越高越好 然後就是有花火專武 或者浮血可以對應降低暴擊幣的要求 然後暴擊的話150以上越高越好 因為我們的終結劑施放後悔 為我們增加100%的暴傷 所以說我們的暴傷還不虛了 面板上的低那麼高 我們的終結集會我們額外提高100 而下面我們看一下刑記加點朋友的內容 首先是額外的28%的攻擊力 18%的生命值以及6.7%的暴擊率 這三項都比較重要 都要把它加上去 我們攻略一下 我們前期資源不夠的時候可以不加 以後那如果說資源衝突情況下 你又有強迫症 那麼你也可以把它加上去 一般情況下我們都去不使用紅的 然後那是額外能力123 額外能力1是釋放反擊的時候 雲低的攻擊力會提高30% 持續一回 這個讓我們的反擊傷害變得更高 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那是額外能力2 戈亂瑞薩抵抗受到的控制力 硬面少補 相當於我們釋放完終結集後 我們就進入戈亂狀態 然後擁有一次免扣 還可以讓我們受到的傷害降低20% 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然後那是額外能力3 每發動一次勘破斬後 我們下一次勘破斬將氣換為勘破面 這個相當於是一個補償基準 因為我們之前說的 如果我們釋放終結集的 上一根目標數我方單位 那麼我方單位行動結束後 我們會釋放一次勘破斬 那麼我們下一次 如果說還有這種情況下 也就是說我釋放終結集的 下一個目標是我方的角色 那麼這個勘破斬就會自動電位勘破面 無論是否是敵方 都會發動勘破面 而且這個是可以保留的 比如第一次 我釋放終結集的下一個目標 是我方單位 那麼我們觸發的去勘破斬 然後呢 緊接著第二次 我的下一個目標是敵方目標 那麼只此個我們釋放的去勘破面 那麼這個額外能力就會保留到第三次 假設第三次我們又是在我方目標前面 釋放這個終結季的 那麼我方目標行動結束後 自動的勘破斬 會變為勘破面 這樣也是一個保留的一個機制 對我們進行一個補償 所以所以是非常好的 好的下面我們再看一下星魂步伐 首先是一魂 勘破斬與勘破面 否則傷害提高20% 勘破面額外傷害 次數增加3次 然後呢二魂也是一樣的 反擊都能傷害50% 敵方目標20%的防禦力 然後呢是四魂 發動勘破斬或者勘破滅後 這次的少吾抵抗 提高50% 然後呢是六魂 格勞破斬的期間 敵方武動釋放技能 無論是否攻擊於你 都會觸發勘破滅 同時一觸格勞門海 把這種勘破斬或者勘破滅 造成傷害死 暴擊率還會提高15% 物理抗凝穿鬥還會提高10% 首先後面這個很容易 比起就是一個簡單的 讓我們殺害變得更高 那麼前面這塊蛋的意思就是 無論敵方是否觸發攻擊 比如說敵方此時時刻是召壞小怪 他沒有打我們 那麼我們也是可以釋放勘破斬的 所以這裡一定要注意好了 這個三棒一次也是一個小小的機制 比如說原來敵方一個角色 召喚了一個小怪 對吧 那麼此時此刻敵方沒有打我們 那麼我們是不會觸發這個勘破斬 或者勘破滅的 但是如果說我們擁有六魂後 敵方無論幹什麼 他只要鬥 那麼我們都可以觸發勘破滅 所以說這個六魂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中底章來說雲尼發機制上的 那麼就是六魂 其他的一二 都是讓我們的傷害點的更高的 所以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上面我們來看一下 波王第五本主題是他的專屬光追 首先非常重要的一點 在於使裝備者受到攻擊的概率 大幅提高 因為我們知道雲尼 主要就是靠敵方打我們 進行一個反擊 無論是我們天賦的反擊 還是說終結技 打我們 然後造成的反擊 都是需要敵方打我們的 那麼我們擁有這個之後 那麼他顯帶的是一個小機制 讓我們能夠更大概率觸發反擊 然後呢 同樣就是爆傷 提高36%到60% 並且呢 釋放中底劑後呢 還能獲得一層火舞 持續點為何 最多疊加兩層 每燈火舞 讓我們的追壓崩基傷害 提高36%到60% 中底商來說就是 爆傷提到一定的比例 並且還能增上72% 高120% 中底商來說這張專武 是非常非常契合於你的 也是數字非常暴力的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說沒有專武的情況上 媒體會選擇 鞋帶克拉拉的專武 割鞋帶的東西 以及記憶微星痕的陨落 中底商來說 克拉拉的專武 大於記憶微星痕的陨落 我們可以根據視野情況 然後選擇鞋帶就可以了 下面我們再看一下 儀器部分首先是外玄套 讓我們可以互相閃進搭配 同永烈大鵬拳王 之後互相閃進搭配 也可以直接選擇 鞋帶次玄王或者四永烈 所以有的那麼就是四永烈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內玄套裝部分 內玄這裡同樣 我們可以選擇鞋帶 奔狼或者殺了鎖兔 兩個都是可以的 這裡我們需要注意 哪個副W優秀 更容易讓我們達到 B面滿的要求 我們就選擇哪一個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影戲十條粉 攻擊衝能神物 雙球暴擊率暴擊傷害的衣服 以及攻擊鞋 膚子要暴擊率等於暴擊傷害 大於攻擊力百分比 其實這個繩子 攻擊還是充能 取決於你隊友中 有沒有為我們提供大量攻擊的 比如說你的隊伍中 帶了隻跟鳥這樣的角色 那麼你就可以考慮 把攻擊神換成充能神 這樣的話也讓你的 更快的充能 更快的開出咱們的終結劑 然後至於衣服這方面呢 你一般一樣的 要根據咱們 有沒有達到B面滿的要求 因為我們前面也說了 你盡量還需要 為了達到B面的要求 然後呢 再去選擇携帶暴擊率的衣服 或者是暴擊傷害的衣服 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會選擇携帶暴率衣 因為我們的暴傷 已經本身 由我們終結劑提供的 100的暴傷了 所以說100 但是都是暴率衣 然後那就是佩麗過的內容 雲力一般情況下 我們都配單C隊 還有配上隻跟鳥 情侶花火他們三折 三選二 然後呢 再配上一個霍霍幾 其餘生存位 霍霍一定是 最適合雲力的一個生存位 往下這裡 我們也可以考慮 帶額外的其他的C 比如說 我們配上一個托帕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肯定是沒有 咱們隻跟鳥 情侶花火這樣的分優的 所以說你這裡 還需要做好抉擇 如果說你想走雙C 雲力加托把 也是可以的 然後呢 下面最後我們再看一下 雲力的抽取解疑 直接用了XB檔直接拿下來 然後我們猛星玩家 你高路坑 那麼也可以抽取一下 HICE非常好的一個大C 然後呢 如果說你不缺C 你的混沌虛構默認 你都沒有任何的壓力 雲力抽取後 也不能給你整體隊伍上 帶多好的提升 那麼就不建議抽取了 不如等一個後面的 新的大C 就可以了 然後就會寬武與命座 如果說你非要多拿一進 那麼優先拿